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呢我们又见面了 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呢 其实尤其是种植大棚这块 这个虫肠这个出现死苗 烂壳啊 这样的情况是特别特别多的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咱们有一个习惯啊 就是说这个闷棚 大家知道这个闷棚的时候 手摆了啊 您就是把土壤里面这个 活的有益菌呢 或者是活的这个有害菌呢 您是全部都杀灭了 可以说土壤里面呢 它要不就没菌 所以说呢 就需要我们使用微生物菌剂 第一个呢 它可以调理这个土壤 第二个呢 又可以补充土壤的一些 这个微生物活菌 第三个呢 就是又可以去 这个以菌去治菌 您包括土壤 比如说有一些土川的一些病菌 那么呢 就可以连年地去使用这个 微生物菌剂呢 逐渐去改善土壤的一个环境 那么来减少 这个土川真菌的一个残留 或者是存活 再使用微生物菌剂啊 这个时候呢 在什么时间使用 第一个呢 就是说刚闷棚结束以后 在浇定制水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使用这个微生物菌剂 然后呢 是每隔这个15天 可以去使用一次微生物菌剂 也可以呢 咱们平常在这个追肥的时候 去加入这个微生物菌剂 建议啊 这个微生物菌剂呢 您最好是选用这个 哈茨木酶菌这类型的 或者是EM菌 这样的一些类型的 为主 就是一亩地的棚呢 建议使用量啊 最少得达到这个 1000毫升 也就是两斤 最少得达到两斤啊 大家好啊 这期我们又见面了 这个番茄呢 现在已经栽上三天了 咱们很多朋友们呢 会说呀 这个地膜覆盖这个话题啊 咱们很多朋友呢 认为这个地膜覆盖呢 在栽苗之前啊 有些朋友们呢 就覆盖这个地膜了 而有些农户呢 是栽苗之后 隔个几天呢 再去 覆盖这个地膜 到底哪一种形式可取 我认为这个啊 您得分情况啊 如果说是在夏季的话呢 本身地温呢 就比较高 如果说咱们直接覆盖的是地膜 然后再去打孔 栽苗的话呢 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苗 它有一个缓苗的一个过程啊 所以说这个椰片呢 正好贴着这个薄膜的话呢 很容易导致一个烧样的一个情况 就烧灼这个状态 咱们浇水的这个热气热量呢 会通过这个打孔的一个位置呢 会上升 会直接导致呢 那么出现一个薰苗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所以说呢 对咱们这个夏季栽培呢 是极为不利的 那么对冬季来讲啊 咱们就要正好相反啊 反过来做 在冬季的时候 这个铺地膜的时候啊 可以是先铺地膜 然后呢 打孔再去栽苗 这样子呢 一来呢 既可以有利一个提高地温 第二个呢 缓苗的过程呢 可以缩短 如果说呢 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说 在夏季栽培的时候呢 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您可以选用一些 这个双色的地膜啊 这个主要是为了一些反光啊 促使一些 这个折射光 直射光 它的一些反射 从而呢 来降低一些地温 在早冲草种植的时候呢 可以呢 去选用一些单色膜 这样子呢 减少这个折射光 或者直射光的一个反射 从而呢 一个提高地温的一个选择 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期我们要见面了 这几天呢 很多地方呢 连续呢 是下了几天的一个暴雨 大鹏直接进水以后呢 包括笼 包括苗呢 全部被淹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咱们应该怎么样迅速地 做出补救方法呢 第一步呢 是尽可能尽快地 把冷沟里面这个水呢 迅速地向外清 第二个方面呢 是一旦天气转清以后 咱们呢 要采取一些 比如说 大鹏呢 覆盖一些遮阳网 这样的一些方法 来给它进行 适当的一个遮阳 因为突然间 一个因转清以后呢 阳光直射暴晒 这样子呢 很容易导致啊 咱们所种的一些蔬菜呢 会导致一个枯萎 这样的一个生理性的尾烟 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会出现 同时呢 雨水只要进入大鹏呢 多多少少的都会携带 这个病菌呢 蒸菌呢 所以说呢 建议咱们农户朋友呢 在天气晴的一个情况下 只要地表 见干见湿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咱们性迅速地 对根系周围呢 进行划除 以保证 根系周围有充足的氧气啊 能进行根系的一个正常的呼吸作用 我们呢 只要划除结束以后呢 我们就要马上进行一个灌根的处理了 咱们 按照现在苗期这个情况来讲啊 基本上一株呢 灌取药液呢 50毫升就可以了 建议咱们朋友们呢 可以去选用心卷 或者说呢 去选用赛菌酮 同时呢 由于根系呢 这个呼吸作用受损 所以说同时呢 咱们应该配合啊 每一桶水 建议呢 加入两克的生根粉 以促使呢 又发一些新根出来 这样子呢 才能够保证咱们这个 所种的蔬菜有产量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了 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一期我们要见面了 现在呢 已经有一部分咱们粉丝朋友啊 开始搞定植了啊 但是呢 有一部分都会反映啊 就是说定植以后 这个苗呢 就出现了不明不白的一个死亡的一个情况 逐渐的尾烟死亡 这样的一个情况 主要有这个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呢 咱们这个土壤啊 也没有经过消毒的一个处理 因为土壤里面呢 携带大量的 这样的一些针菌呢 或者细菌啊 这样的一些包子 那么残留在土壤里面 只要一浇水 它就会导致一个死亡的一个情况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咱们呢 这几年啊 使用的一些粪肥 咱们很多农户啊 腐蔬程度上来讲啊 不够 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腐蔬 直接做底肥来用了 这样呢 就导致咱们这个粪肥啊 它本身也携带有大量的这个 针菌包子或者是细菌 所以说呢 咱们在防治上 怎么样去防治 第一个 粪肥 如果说咱们是没有在焖棚的一个情况下 而且土壤呢 又是在连年的去连做的一个情况下 建议咱们农户呢 粪肥一定要充分的复苏 要用农家肥就一定要复苏 不用 咱就别再用农家肥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说咱们这个苗啊 只要缓过来苗之后 咱们呢 就要马上的进行一下啊 这个灌根处理 那么我们呢 常用的一些配方啊 比如说呢 咱们可以去选用一些 厄美林 四枚素 再加上一些 这个西线马林 或者是赛菌酮 因为赛菌酮呢 属于是有机酮 可以去混用 这样子呢 进行去灌根处理 然后呢 您间隔个五天吧 五天时间 然后第二次呢 您单独的再用这个新菌 这样的一些机型 然后去灌根处理 就可以了 朋友们 大家好啊 现在呢 很多农户啊 反映今年这个花生啊 黄药的情况特别多 很多农户啊 说这个 当地的这个 农业老师啊 给诊干的是花生的 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 这个病害 应该呢 去使用一些杀菌剂呢 去治疗 实际上 这个情况呢 不能说是一种病害啊 今年的主要是雨水量啊 这个时间雨水量呢 比较大 尤其呢 是在沙壤这个土 化生这个黄药的情况啊 是最为明显的 大家知道 本身这个沙壤呢 保水和保肥的能力是最差的 可以说呢 每一次下雨 它就会冲刷掉 那么图王中的一些微量元素啊 像一些铁 或者是像一些鑫 都会往土壤的生存呢 造成这个流失 这就会导致呢 这个花生看起来啊 就是整体发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建议咱们农户啊 每次呢 就是下完雨之后啊 出现这个椰片呢 比较发黄的时候呢 建议咱们农户呢 您可以呢 椰片去给它喷洒 这个硫酸亚铁 然后可以再加一部分 这个烹纱啊 都可以的啊 实际上这个呢 不是一种冰害 因为这个冰害呢 最起码的椰片呢 它会出现一些黄斑的情况 而现在出现的 化生这个黄药的情况呢 整体还是整个椰片啊 或者是三分之二的椰片呢 出现那个发黄的一个情况 这种黄药的椰片呢 这种黄药的椰片呢